73. 承報 旅港師涉偷證件便稱記性差 2015年5月9日 港民 本部 法庭 早報道 只得32歲的名外專上學院旅港師被發現於港鐵使用長者八達通入閘 職員上前擠查時,他涉用他人身份證與職員登記 及後警方再在其身上搜出兩張屬於他人的大學學生證 被控偷蝕及使用他人身份證 我勇見 昨日在沙田 法院 逐審 他自辯證自己記性不好及不細心 不小心使用了原買給父親的長者八達通 清飄書活動中檢到未歸還 被告 陳麗勇用香港大學碩士學歷 他任證明我專上學院港師及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主任 他被控偷竊一張姓王女子的身份證和兩張大學學生證 及於去年4月4日在港鐵大圍站使用該身份證 他自便是透露自己在港大研究人腦型之學 以他為人記性不好及不細心 身上的兩張大學學生證分別於街上及一次飄書活動中 在書中檢到原打算歸還但忘記了 控方則而陳在香港鐵職員提供資料時 沒有提供真實的地址及電話,只提供男友的資料 陳解釋不欲家人擔心 去年十三次使用長者百達通 控方又質疑他去年3月31日至4月3日期間 十三次使用長者百達通 質疑他為何聽不到優惠的聲響時 陳強調無畏意,自己習慣乘搭交通工具時聽歌聽電話 安見!阿頭至6月19日續審 嗯, 嗯。